Hello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本周开始受到滞留封面徘徊的影响 所以未来一周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一些 各地不定时都会有短暂的震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 尤其又是以中南部地区也要盛防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要提醒您其他地区也不要掉以轻小 因为封面上容易伴随着中小尺度的对流而引发短时强降雨的机会 来看一下今天的卫星云图 今天台湾已经有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所以南台湾已经有一阵一阵的降雨 在今天的高雄到累积到5点的累积雨量 已经是有来到了200多毫米 相当于毫雨等级的雨势 那么明天随着滞留封面逐渐的建立 封面的位置在周二周三将会摆荡在台湾南部到巴士海峡一带 所以中南部要盛防比较剧烈的雨势 那么周四到周六则是封面会由南往北逐渐的来到台湾的上空 所以各地的雨势也都会再明显的增加 要一直到礼拜天封面更往北 远离之后台湾附近的降雨才会有所趋缓 不过要提醒您还是会有短暂的震雨现象 那么中午过后也要慎防了这个午后的热对流的发展 再来看一下这个降雨的模拟状况 周二周三一直到未来一周 其实都受到滞留封面徘徊在台湾附近的影响 又加上西南季风其实提供了丰沛的水气 所以台湾各地都会有降雨的机会 所以未来一周的天气都会是比较不稳定一些 尤其周二周三是以中南部的降雨为主 会有好大雨的机会 那么周四到周六则是封面渐渐的来到台湾的上空 所以到时候雨区的范围还有雨势也都会再更为的增加 再来看一下温度方面 未来一周因为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 所以温度的部分都不会来的太炎热 北部地区未来一周的高温是28到31度 中部地区则是28到32度左右 那么南台湾则是未来一周的高温都还是有来到30度以上 东部地区也是在30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要提醒您都会受到滞流方面徘徊的影响 所以除了短时的墙降雨之外 连日的累积雨量也会是比较多的 所以家中如果您有排水系统甚至水工的观众朋友 请务必要倾通畅通一面积淹水的情况发生 那么上班上课的观众朋友外出也都要记得细带一句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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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出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陀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 一东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 客制化天气预报 降伤 都不扎百灰 正式 我 做 嬉闺